提示上呢,他们是先是压倒了这个对方啊,连续得到了3分,3比0 印尼队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而且防守也相当好 刚才是日本队率先下压的进攻啊 但是印尼队呢,就依靠这个平抽档的技术 而且呢,借机呢,非常快速地实现了反击 日本队自己的失误再次送分,很快呢,就5比0 印尼队取得了开场的大幅领先 日本队同样呢,是在他们的第二双打的这个阵容组合上面呢 是做过几次的重新的组合 但是这个朱野剑泰和早川贤一呢,他们的这个搭档呢,是相对比较固定的 也是目前呢,在日本队里面比较固定的一个组合 终于呢,日本队呢,是刚才拿到了第一分之后 现在又是印尼队抢到了机会 能拿非常好的一个分球效果 轻调到往前的假动作,7比1 发街发的强网,出现了失误 这队组合呢,一直都是日本的一号的男双 他们在今年的汤姆斯杯的晋级历程里面的前面三场比赛呢,都是获胜 而且呢,全部都是值了两局的比分 分别击败了这个尼日利亚 马来西亚,还有这个德国 但是呢,在跟马来西亚这阵,这场对阵当中呢 这队日本组合是以第二双打的身份来出赛 所以他们战胜的是这个塔扎里和拉提夫 现在印尼队明显在场上的这个速度呢,跟比对方的是快了一个档次啊 日本队面对对方眼花缭乱的速度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也可能是因为情绪上比较紧张 这球反拍的扑网还是不错的 正好两名印尼选手呢都压的比较靠前 那斯亨特拉呢也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双打冠军 同时呢是2007年的吉隆坡的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得主 他们是2007年苏迪曼杯亚军队的成员 11比4领先7分进入到第一局的局修 这是马基斯和亨特拉呢第三次呢代表印尼队来出展汤姆斯威 他们首次的亮相呢是从2006年2008年和2010年 主持之组尼队的牠 Also, Grazie 11 日本队现在是联系得分了 英尼队出现了几次失误 英尼队在后场的杀球